台湾原民回南协会推动 偏乡而少青年才艺的发展 串联了玉里秀顾然西 两岸部落社区以及学校社团 办理了艺术培训营 并且在周末假期举办了 玉水骏的艺术季活动 透过竞赛评比相互交流 也分享了学习的成果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到场来欣赏这些作品 不论是竹语歌谣 合唱团还是打击乐器 这一场艺术季发表演出 陪衬着蓝天白云 湿地生态景致的玉水骏 湿地生态园区风光 交织出了一幅多元美丽的艺术风景 是从家府里面学的 一开始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后面就有兴趣了 最大的乐趣吗 你过程中打得到拍子 就觉得很开心 这一场艺术季培训您活动 是由台湾元明回来协会举办 串联玉理秀固兰西两岸部落社区 学校社团及儿少青年团 体验各式艺术创作 同时才艺展演分享交流 水泥 那会很难 还好 台湾元明回来协会推动偏乡 儿少青年的才艺发展 借由社区部落社团及学校办理艺术培训营 希望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人文艺术的学习事业 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营造成这个年轻人 归于仿乡 所以现在目前你东部地区 完全就业的机会很少 程中期经营部表示 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 办理艺文创作等相关活动 让偏乡儿少青年也能借此 培养艺术人文知识与技能 不论是演唱演奏还是展示作品 透过竞赛评比每一位学童彼此交流成长 分享学习 记得石玉兰玉礼镇采访报道